这是台北市闻山区的木炸路 传出有驾驶喝了酒之后准备要回家 但是呢却是开车 而且路不熟开导航 就在导航的指引之下 不小心把车子开进了小巷里头 整辆越野车就这样卡在那儿 动弹不得 更多内容交给舒雅 视频主播各位观众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价值百万的黑色越野车 卡在巷子内动弹不得 停在民宅旁的机车被挤压 估计有六七台机车受到波及 换一个角度可以看到 由于巷子实在太小越野车 右前方的车轮已经爬上护栏 只辆车倾斜悬空在小巷内 驾驶一度受困 现在带您来看现场民众的访问 好像是一直开过来撞到 所以有警察在追他吗还是没有 没有啊 就自己开警察吗 对啊没有啊 没有人在追他 他怎么爬出来的 怎么爬出来的 有天窗 我们从天窗爬出来的 主要解36岁的陈姓驾驶 从桃园北上到台北 跟友人聚会喝酒 结束后酒驾准备开回桃园 却因为路不熟 开启导航不慎转进了 木扎路旁的小巷之中 陈姓驾驶自行爬天窗脱困 警方货报道场对驾驶进行 酒测酒测值高达零点七七 立刻一公共危险 最将陈姓驾驶移送整半 以上最新主播 好像很多人都讲 蛋的问题还在吗 告诉大家还在还在 好原因是因为什么 先前呢 这缺蛋危机 那现在蛋虽然比较买得到了 好可问题是农委会呢 他们现在说要把原本的 二加三补贴措施 这个三块钱饲料补助 昨天取消 结果才一取消而已 你看看产地价又在创新高了 直接涨两块钱 好产地价呢 已经涨到了三十八块五 这个是历史新高 农委会的说法是呢 现在供蛋量稳定提升 现前的蛋价也符合生产成本 所以才会做出调整 不会影响到农民的生产意愿 但是要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完全地解除 这波蛋的问题 说可能就要等到 三月的下旬了 说中下旬的时候呢 这有可能可以解决 农粮署是这样讲 但是蛋鸡农他们都说 其实他们并不觉得太过乐观 彰化的民众早上冲市场要买鸡蛋 没想到手脚太慢 鸡蛋被抢光了 但少就算了还涨价了 彰化鸡蛋市场零售价 三月十四日一斤四十五元 短短一天三月十五日变四十七元 假使卖到北部 加上运费蛋价会更贵 民众一听到蛋价就敢开 想怒吃也不一定买得到蛋 传统市场抢蛋要比手速 而连锁卖场每人限购两盒 五六十块的平价鸡蛋只剩几盒 其他的都是八十甚至破百的鸡蛋 民众实在买不下手 农委会奖励蛋农的补贴措施到期 等同没了每台金三元的饲料补贴费 十六号开始饲料每公斤 还要再涨零点五元 直接反应到销售端 环环相扣 缠蛋的卖蛋的吃蛋的用蛋的 可说是快要喘不过气 记者程盛伟 在这个里头跟一般的XO酱不一样 就是它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级 其实就是可能烫个青菜 然后你就加一点干贝酱 或者是炒饭的时候加一点干贝酱 其实就很够味了 五星级料理到快点够就可以买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大家 可以一起来分享资讯了